建筑设计 我也喜爱建筑的感性跟美学 但是呢 我经营的是一个资讯服务公司 又常常被逼的呢 必须用冷静跟理性的角度 看待事情 所以我也期许自己呢 能够用更多元的角度来观察思考 这次的疫情呢 带给我的我本人 我的家庭跟我的公司 精神上跟经济上不小的冲击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这次呢 与会的三位讲者呢 如何看待这次的疫情 他面对哪些的困境 以及如何因应 再来呢 我想介绍的是长逢基金会 这是由前行政院长江仪化博士 邀请卸任的政务官 以及意见领袖呢 所创立的基金会 从2017年以来 承担起非常多的公共政策智库 国际交流 以及年轻人才的培育工作 其中呢 曾经参与长逢基金会 各种培育活动的优秀年轻人 组成的长逢小聚 来做定期性的知识性聚会 那由于疫情的因素呢 小聚活动由线下改为线上方式来举办 在此也欢迎新朋友们 一起加入线上小聚 也欢迎疫情解禁后呢 能来参加长逢基金会的其他线下活动 最后呢 也是最重要的 是要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上位讲者 那首先呢 第一位是捷克牛排馆的创办人 Jack 吴传宗先生 请Jack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Jack 好 OK 那Jack呢 他大学呢 跟我一样 读的是建筑跟都市规划 但是呢 然后也曾经赴美工读 硕士 那现在自行创业成立捷克牛排馆 那跟我一样是一位斜杠中年 那再来的话呢 是步步同学跟步步书果园的创办人Chris 请Chris跟大家简单打声招呼 好 大家好 我是步步同学跟步步书果园的创办人Chris 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在线上分享 好 那Chris呢 他长期呢 在日本的大型企业工作 那所以很了解日本 那在日本也经营过民宿 那后来回台湾之后呢 有创办了这个步步同学 那更厉害的是在疫情期间呢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转型为步步书果园 那我觉得这点子情运呢 非常厉害 我给他也很想要听听看他的分享 那看来他能够给大家带什么样的启发 那最后呢 是台湾观光地方创生协会的理事长Gina 也请Gina呢 向大家简单打声招呼 Gina 好来 大家好 我是Gina 不好意思 诶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大家好 我之前在高科技业服务十几年 然后前两 前四年前 四年前加入Airbnb 那去年离开 那这过去一年多 主要在带群疫情志工 在做地方创生 那现在是台湾观光地方创生协会的理事长 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地方创生的团队 会在疫情期间我们怎么因应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谢谢 好 谢谢Gina 那我觉得这三位都是很厉害的分享者呢 那我觉得说大家等一下听完分享之后呢 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呢 向这三位分享者提问 那带回去更多的收获 那等一下活动 会分成上下两段 上半段呢 我会以访谈的形式呢 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整场活动 那从GIG开始呢 每位分享者呢 我会一次问两个问题 那请他们个别回答 那下半段呢 则是我会整理出两个 可能 我认为说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呢 请三位分享者呢 共同回答 那上下半段的时间课30分钟 最后面呢 会是一个30分钟QMA的时间 然后呢 再由举手的顺序 然后由我来这边提问 请大家来提问这样子 好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那因为我的公司附近呢 就有杰克兄弟牛排馆 那所以我偶尔会去那边消费呢 也会请客户呢 或者是公司同道那边去用餐哦 印象中呢 牛排馆的肉质很好 CP值很高 那先前呢 也听Jack分享过 Jack的策略就是 经营策略就是 标准街边的三角窗 醒目的店面 提供CP值高的餐点呢 吸引客户来用餐哦 那这次疫情来袭呢 所有的店面都不能营业 大型店面忽然间成为了 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第一个呢 想要请问Jack的就是 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呢 5月15号突如其来的宣布 三级警戒的时候呢 您在餐厅的经营上 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成效如何 请Jack跟我们分享 谢谢 大家好 因为这个餐厅 它有不同的类型 每个餐厅它贩卖的食物总备 它的价位也不一样 有的是小吃摊 那有的是高级餐厅 有的是五星级饭店 那每一家餐厅的状况跟条件 其实都是不一样 所以说每一家餐厅 对于这个疫情的应对方式 也会不一样 那或许就是说我们这边做的方式 那不一定别的餐厅能够适用 那我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餐厅的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2016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奥美客牛排馆 那那个时候它要撤出台湾 那我们公司以前是做商用不动产 那从以前就在接触很多美式餐厅 例如说早期的麦当劳 TGI Fridays或是Hara Cafe 那我们都有参与这样子 那这个奥美客牛排馆呢 它要撤出台湾的时候 我们觉得有点可惜啦 我们就把它接下来 就自己创了这个捷克兄弟牛排馆 那这个我们现在有四家店 就是台北、湖北、台中 跟高雄 那卖的是大概中高价位500到1000块的牛排 那打的是那种美式怀旧家庭餐厅 店里面播的都是七八年代的那种老音乐啊 挂的都是那种怀旧的老海报啊 比起份比较轻松的那种美式的牛排馆 那因应疫情的部分不外乎有两个目标 一个就是增加营收 一个就是减少成本 那增加营收的部分啊 因为不能内用 那也只能做外带外送 那在做这个外送的话 我们现在一般外送品牌 像是Uber Eats 或是这个Foot Panda 它要抽35% 那我们餐厅呢本来单价就是比较高 食物成本也高 毛利本来就很低了 那假如说呢 再扣掉这个食物成本 再扣掉这个外送的费用 例如说一块500 一份500块的牛排好 我扣掉书成本 我再扣掉外送费用 我的毛利大概只有150块 那像我台北电 我的租金60万 我的人事 含劳健保要90万 我光是租金跟人事 我一个月的支出要150万 那我这个毛利才150块 意思就是说我要卖掉 一万份的牛排 我才能活得下去 光是我这个人事 跟我的租金 那换算起来 我一天要卖掉300多份的牛排 也就是说我开店的这个 六个小时之内 我每一分钟 我都要卖出一份牛排 听起来是有点不太可能 所以呢我们觉得说 这个抽35%的这个外送服务 对我们来讲是 几乎是不可能啦 那我们后来就开始 接触一个叫LaLaMove 它是一种代购服务 那它其实就是类似计程车 它也不管说 你的餐费是多少 它就是用距离来算 运费大概半个小时以内 大概就是100多块 那这个LaLaMove跟这个UberEats FoodPanda它最大的差异 就是说它不会有这个广告平台 所以所有的这个食物广告 要去处理 要自己去下 那除了这个一般的外带外送 有的这个餐厅呢 它会改卖一些 比较容易消费的东西 那例如说便当 现在所有的餐厅都在做便当 五星级的大饭店也在卖便当 但这个卖便当同样 也是有一个这个毛利很低的问题 例如说我这个我今天卖牛排 我做了一个三百块的便当 我毛利可能顶多也是一百多块了不起 那我也是一个月要卖个两三万份的牛排 那我才赚了回来 那对我们来讲是不太 那有的餐厅它是说它是卖这个冬包 但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冷冻食物 它是很看这个食物种类 像是这个水饺啊 面饭啊 bizza 包子馒头 这种比较简单加热的食物 会是比较受欢迎的冷冻产品 但因为这个牛排 它因为有这个熟度的问题 煎牛排也需要一定的技术 跟一定的设备 加上我们本来就是主打这个冷藏牛排 你说叫我们去卖冷冻牛排 可能也不太适合 那我们现在能做的什么 就是打折 最有名的打折就是 二楼推出的那个五折外带 大家都知道 哇那个二楼的新闻一出来啊 大家就跟着打折下去 因为你不打折 大家就说你没诚意 我就不买了 那我们一开始也就是用这个 外带六九折的优惠 确实这个卖量是很高啊 说真的跟这个疫情前的卖量 不会差太多 但是呢我六月我亏损了两百多万 为什么也是因为这个毛利被压得太低了 我本来一个五百块的牛排 毛利本来可以有三百多 我现在打六九折我一块牛排 我毛利也是剩下一百多 那也是证明啊这个 靠这个折扣站会死得很惨 那我是 我是不太真的不建议说餐厅去打这个折扣站 那个员工做的累的要死 但是真的看不到钱 那我现在来讲这个成本这一方面 那成本大家通常最会想到的就是租金嘛 大家都觉得说啊都是房东在赚钱 那我们四家店的房东啊普遍都是愿意这个供给时间啊 大家都愿意降租 有的是六成租金 有的是抽成不包底 当然也有的房东他是完全不降 那就要去跟这个房东去协调一下 因为我们公司本身也是在做这个商用不动产 那我这一块就可以稍微讲一下 如果对对房东来说如果他的这个店面是小店面 然后又是在热点 他觉得说我的店面一定是很容易再出租出去 这个房东会比较不愿意降租 那有的房东的考量并不是不是在租金本身 他考量的是这个他店面的售价 因为我的租金高 我的投稿率高 我的这个房价才会高 假如说我今天把我的店面租金降下来 同样的我的这个房子的售价我就大跌 所以他再怎么样他都不愿意降租 但如果真的停租 这个房东他是收不到租金 尤其是大店面 像目前的状况 大店面真的很难找到新的房客 那空租期不知道会多久 而且就算你有新的神租户 你还要再给这个 给新的神租户一到三个月的免租期 算一算 非常有可能一整年都收不到租金 加上你这个店面如果一空置下来 看起来空荡荡没什么容器 这个店面的这个价值看起来会降低 不管是出租还是出售都会比较困难 那我是建议说店家是可以从这一点 也跟房东谈这个降租这样子 那除了出境 另外一个最大的开销就是人事 就是薪资成本 那一般人的想象是说 你餐厅你就把店暂停营业一两个月就好 只要付房租就好 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员工都愿意留职庭薪 他这个是非常有可能随时就说那我就不做了我就离开了我去找别的工作 那有人就说那你就到时候再另外找人就好啊 但其实现在这个服务业尤其是餐厅的服务业要找人非常的困难 很多员工都是抱着说我随时可以不干走人了 而且这个发生的案例非常多 真的是很多员工就是一脸就是没关系我不做了 我做到今天我就不干了 现在都是老板去求员工我求你不要走拜托你留下来 那最后一个讲到的是这个政府的补助 那现在政府的补助是要营业额一半以下才能够领取这个补助 但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打了这个六九折 卖量是有的这个营业额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领不到补助我们不到一半以下 但是因为我们毛利太低了 所以所以还是在这个大烧钱 这个我们又拿不到补助又烧钱员工又累 所以这个折扣站我是非常的不建议餐厅去做这样子 那目前这样子做下来我们的因应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成果并不是非常好 我们还是努力的在撑这样子 对好谢谢 谢谢杰克的分享很写实 我都可以从里面听到你的那个心酸在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延续上一个题目 那疫情过后呢面对消费者可能习惯的消费习惯改变 那您先前的这个选街边三角窗行物店面的策略呢 是否会有所改变 经营上是否会往线上外送外带移动呢 还是坚持原来路线 但是你会强化实体店面的用餐体验 方向上你会做哪一家什么样的选择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从这个去年的疫情 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 在这个百货公司或是在这个商场的店面 或是像这种西门町啊 这种观光区或者是旅游景点的这种店面 它受到的影响是最大 因为大家都尽可能的不想要往这个人可能会很多的地方 一进百货公司就有一层阻力 那相对来讲啊 街边店受到的影响会稍微小一点 那关于这个店面的大小也可能要再思考 因为对我们来讲 如果要暂停营业 我光是要付这个空租金也就是很辛苦 我很难脱身啊 这么大一个店面 那我暂停营业 我每个月付那个租金也是很辛苦 加上说我店面越大 我付出的装潢费用越高 假如说我的店一关 我要赔的也是很多 所以说呢 在这个未来这个疫情 不是很明确的这个状况 我是觉得说尽量去避免找这种比较大的店面去开店 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 那你说这个店面是否还要三角窗 我是觉得说还是要看你是卖什么食物种类 是什么样的餐厅种类 那我是可以确定的是说 区位还是很重要 你不一定要在这个三角窗 或者是马路实施路口 但是你的区位很重要 对这个餐厅来讲 尤其是要临近这个住宅跟办公区 例如说我们的高雄店 他在这个爱河的步道 已经靠近这个出海口这里 他离市区非常远 就算我们已经打出六九折的折扣 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不会有人特别大老远过来给你外带一个牛排 所以说这个区位住办的这个距离是蛮重要 那你说之后会不会经营往这个外送外蛋来发展 因为再怎么讲这个牛排还是内用最好吃 所以说疫情恢复之后呢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以这个内用为主 加上说这个外带外送的毛利 绝对没有办法支持我们的这个租金跟人事费用 所以说这个外带外送没办法成为主力 但是是一定要做的 因为这个东西会一直有 只要有疫情这个东西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自己是在想说如果这个疫情警戒 每年都要来个一两次 这个实在是太辛苦 我个人是抱着物尽兼责生存要任命 如果真的是活不下去 真的是看这个餐厅的种类 跟你卖的食物的种类 像我们这种中高价位的牛排 本来就不适合做这个外带外送 如果真的看不到未来赚钱的可能性 我觉得就是把店关掉是最好的选择 真的不要为了面子去硬撑 或者是期待说靠这个政府的补助让你撑下去 对 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杰克诚挚挚的分享 杰克牛排馆的餐点真的很好吃 CP值又高 请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尝尝看 好 再来呢 我还记得5月10号当天 我在家 正在跟小朋友一起拼乐高 拼到一半时候 忽然间听到网路新闻上说 政府当天下午就要执行三级警戒 因为很突然 事先也没有预料到会这么严重 所以我当下脑中是一片空白 那个拼寂寞的时候就停在那边 久久都没有放下去 回去之后我睡了一天 礼拜一上班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别想法跟做法 就只能见招拆招 所以我后来 从这个天下的报道当中 读到クリス 在这个政府宣布三级警戒的隔天 就下定决心转型 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 完成转型 这个执行力让我相当的佩服 因此我想请教クリス的问题 第一个是说 你只花了时间 就把铜鞋店变成蔬果店 这在一般人眼里是很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也很不可思议 那当中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能不能请你帮忙 请你在那边分享一下 可以啊 其实应该说我们前五天 并还没有思考转型 五天后我们才开始正式思考 要被转成蔬果园 因为前五天 我们还是想着一切挣扎的办法 但事实上证明呢 就是没有需求就是没有需求 无论你怎么打折跟折扣 你就不会逼得出来 因为我们的需求 从孩子决定可以不去学校的那一刻开始 基本上就等于零了 因为他没有直接一定要买这双鞋子的必要性 那我可能转做 就买鞋子的钱可能都转成3C 所以我们试过了 在那五天试过了直播 试过了门市的预约制 那其实就会发现 其实当客人没有外出的需求 那鞋子这个东西本来就会是第一个被淘汰掉的 就是被从消费者清单中提掉 那后面五天我们就开始确定要转型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关键是 第一个是要先想清楚 到底真的要不要转型 因为转型呢就分两种 一种叫做短期对应 一种叫做真的要做转型 而且它是能够成为你日后的事业支柱之一 那我们真的是把它定调在苏果园是定调为所谓的转型 也会跟着受到很大的波及 那我们转输果园里面其实最大的 就是第一个当然是要找到合作的伙伴 所以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平时除了努力自己的本业以外 多结交业外的朋友 就譬如说像长风小剧也是一个很棒的场所 就是说你多结交业外的朋友 其实在这样子的危机时刻 你是可以串接到新的资源的 那这就是所以我们开始进入了像蔬果这一类的市场 那蔬果进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把整个上游全部交给了 本来在我本来有一个朋友 他们是负责在交台北五星级餐厅的这样子的供应链 可是大家也知道餐厅的需求其实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 所以我们是结合了他闲置的蔬果产能 那大家都会说蔬果这块很难做 你们怎么那么快可以转进去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想清楚分工 然后确认清楚毛利结构 也就是说别人有他赚钱的需求 你不能够去找别人合作 叫别人完全不要赚钱去配合你 那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在别人可以赚钱之余 那再搭配你自己去核算那个利益 然后最后算出了那个市场价 那在市场上还有竞争性 这样子的转型他其实才会有机会 所以我们在这中间转型 其实说就是回到Dino所说 我们最大的痛苦是 其实在不断烧钱 其实刚刚那个杰克牛排有讲了 那我们像我们自己有十家门市 而且都是在京华区的台北 那个租金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月都破百的情况下 你就会知道你已经都不断的在失血 可是你还是得找出一条新的路 譬如说我们为了要蔬果配送 我们就必须要投资冷冻冰箱 譬如说我们要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 我们就不会像一般的人就说 我就开个赖吧 那大家来加我的赖群 我来上面卖蔬果 这个方式非常不make sense 因为蔬果的价格是几乎一周都会调整一次 那在赖群上客人每一天都要去观察 你有没有新的价格 你有没有旧的价格 我为了要买你的蔬果 在上面问了老半天 就是会造成消费者很大的时间浪费 所以我们才到今天为止 我们又推出了我们自己新的APP 就是为了要符合更符合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但这中间每一次的改变转型 都是需要额外的投资 那这个我觉得就会是在这里面 在譬如说你想要转型 你就同时得思考是 你还是有很多额外的花费需要支出 所以疫情转型 最后我统计的就是 第一个除非你真的是思考到 这个是长期的结果 不然你不要去做短期的对应转型 然后第二个关键点是 你一定要备除你自己本身的金流 就是这些费用的部分都要控制好 然后要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 这大概是我在这一段的分享 好谢谢Chris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面临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 你也把它去做一个执行 然后你也认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转型 那这样就这样一个整个的执行 就下来看 你认为说呢 全球各产业因为这场疫情开始快速转变 尤其是餐饮啊 零售啊 旅游的服务业呢 面临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那你认为在后疫情时代 甚至未来的十年啊 上述的这些产业依照你的经验 上述这些产业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那服务业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局面 请你发表你的看法 这个我蛮 我有一些洞察啊 那其实如果在座有各位是从事零售服务旅游的人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评评看的 我觉得日后的是只要疫情进入后 它就不再是像以前一样 我们以前是线性的上升线性的下滑 但现在几乎面临的就是云销飞车式的下滑 跟云销飞车式的往上拉伸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想象 顺利的降级到二级 大家会瞬间把那个需求 就是所谓的报复性消费 但其实你在这一段时间 已经相对少客人了 你的服务流程跟你的服务人员在这上面 可能都略显生疏 所以当一旦进入所谓的报复性消费的时候 你的现有公司的服务 是不是可以维持好的品质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 那譬如说一旦解封了以后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又增加了 那再来会不会造成就是第二次 就像东京已经是面临第四次封城的问题一样 那一封你好不容易起来的生意 又要往下的时候 你能不能支撑得住 所以我觉得很关键的事情是 能不能够变成在 以零售来说就是零售类的两栖动物 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个是来自于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店叫水世界 就是男主角最终他适应了在水上 长出了塞 他也能够适应水上跟陆地下的生活 那我觉得其实现有的这样受到冲击的公司 如果要继续维持下去不要硬撑 然后也希望有点转型 就一定要思考让自己其实在疫情期间 都还是有一个需求极为稳定的产业 譬如说以雇布同学来说 雇布蔬果园就为了对应在疫情期间 就是我们的营收能够稳定 那疫情后的爆发实体的同学连结 我们一样其实门市的能量也维持着 所以就是如果能不能够发展出 能够同时因应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你有一个可以支撑住的 一个主要的类别商品 跟对应疫情消散以后 那新的一种需求 所以你能够即使就是切换自如的话 那在未来这样子疫情 其实阴霾不散的状况下 我认为才是一个比较 有机会继续存活 就是不会是在线性 而是一个所谓上下上下的云销飞车式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大概是我对于日后市场变化的观察 好那谢谢Chris 不常吃的分享 那夫妇同学品质很好 夫妇输果园的服务也很好 请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试试看 那最后呢 我去年的时候也有听过Gina的分享 分享他那时候为什么要选择去AMBNB的工作 然后呢 参与一个新平台的经验 那时候觉得Gina真的是太酷了 后来又知道说他有资讯业的工作之力的时候 又多了一份熟悉感 那现在Gina已经转换跑道到台湾观光地方创生协会 担任理事长 必须服务台湾这片土地 那所以呢我想请问Gina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观察到台湾观光地方创生协会在疫情期间呢 仍然持续有在举办线上活动 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跟信念 来持续规划这些活动的 那您希望透过这些线上活动带给参与者什么样的收获 麻烦你分享一下 好谢谢 谢谢介绍 我其实有准备Presentation 但因为刚刚大家都没有 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要讲 可是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 我还是觉得Present一下 会让其他的观众可能比较理解我们协会在做什么 我不晓得现在这样大家是不是有看得到我的萤幕 有看到 希望没有太小啦 就是反正有萤幕大家会比较了解 那我就很快讲一下我们创生协会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创生协会比较特别 其实是我之前因为在Airbnb服务全程跑透透 然后发现台湾有很多很棒的年轻人 然后他们其实都很认真热爱他们那个乡镇土地或者是部落 可是可能有一些需要协助不管是要找金主 网路上行销或者是说把他们的故事好好的说出来 让在座的各位可能现在没有去过他们那边会想要疫情解封之后可以过去 所以当时我就找了一群其实过去十几年都已经在各地在协助做地方创生的朋友们组成了现在这个协会 那因为我本身是法律人然后我过去也有多年做政府政策研究跟沟通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个协会很特别除了在辅导地方创生团队之外 那其实还会在做政策的研究跟游说 那么也是那某些是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志工组织 基本上我们并没有拿这个政府的预算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其实是把地方创生团体分成大概三大类 那不同的类别其实他们需要的协助不同 那绝对不会符合政府这个KPI一年的组织 所以如果要去拿政府预算我们可能很难的做长期性的陪伴 那当然也感谢我们的志工持续无私的贡献他们的时间跟精力 那这是我们去年可能做的一些国际连结 所以我们这个协会可能更特别是因为我自己的国际连结 可以有办法把台湾的地方创生跟旅游做结合参加国际的研讨会 那这场其实是去年我们是在海外做presentation这样子 那当然持续也在做政府的连结政策的研究 那我就直接跳说疫情期间到底做了什么 其实5月15号那个新闻一出来 我大概第一件事情是先从加勒福去把菜买完 冰箱先冲保免得大概是不到几天出不了门之外 那其实就在思考说对于我们现在在辅导的地方创生团队 其实刚刚这个Chris也好或者是刚刚Jack Newhart在分享的 其实都会发生在地方创生团队 而且他们的钱更少 因为他们的通行的营业额没有那么大 那如果营业额稍微高一点点或员工可以多一点 大概到30人或50人的话 那其实更害怕的是他们不晓得怎么去控管现金流 因为毕竟地方创生团队如果能够在三五年之内做得这么成功的话 他们会通行都是第一次创业成功 所以对于现金流的控管不会有那么大的经验 所以其实我若没记错5月15号疫情过后那个礼拜 我就在跟我们主要干部讨论说要怎么去协助 后来我们就发现现金流可能是至少要帮员工超过10个人以上的团队先解决 所以我们其实是就先开了一个内部的分享 只限我们的会员 我们来讨论说现金流的部分应该要怎么处理 那我若没记错我们那场应该是在5月底的时候 我们先针对内部的会员就做了一个现金流的分享 同步也告诉他们就是身为你主任为主事的领导人 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安抚团队 因为其实你身为老板的人自己慌了的时候你的员工会更慌 那就像刚才讲的现在员工是很难找的 特别是地方创生通常是旅游餐饮或做导览 那这些人的培训都需要时间 而且在带地方如果你人一旦不做了 其实你后面要再找合适的人再来接是更困难 所以怎么样就是说确定老板的军心是稳的 然后教他怎么去稳定他们的团队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第一场做的事情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不是只是老板要稳定 其实他们可能也是会跟刚刚就是Chris讲的 那就没有生意了那我怎么办 那我如果要稳定军心的话 我要让我的员工有事做 那到底要让员工做什么 所以这个其实后来我们就在想说好吧 因为多数的地串团队他们的数位化是比较低的 那么因为以前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其实虽然我自己因为从微软出来 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说这个线上的重要性 可是实际上对于你每天只是几球说 赶快谋生赚钱养团队的人 他其实很难停下来去思考我怎么去投资 那么我就觉得说 比起此时期跟他们讲 刚好疫情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们多半地方创生团队 因为疫情的关系全部都做不了生意 他们因为不是做餐饮就是做这个像独立书店 导览或是潜水 这些就是全部都是人与人的接触 他们是全部立刻停摆 所以我们就说好吧 那我们来做个线上学习 所以我们就把礼拜六早上安排一个线上学习的课程 那现在给你们看的这个是今天早上的线上学习 那么为什么排在礼拜六早上也先跟各位报告 因为很多地创团队他们的孩子都很小 可能都还是幼稚园或小学阶段 那么我们就维持礼拜六早上一个九点到十点的 不管你是爸爸或妈妈 你请另外一半帮你看孩子一个小时 其实你至少可以上网来学习 十点之后你就可以去忙家里的事情 这个当然是安排这个时间的主因 那么我们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在想说 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你学习别人在做什么 比如说刚刚Jack的分享 就是没有排在讲人事啊 Uber Eats 政府补助有没有帮助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很好的分享 那更好的方法是有些人就开始像 刚刚讲了我本来卖鞋 那我现在要怎么样卖蔬果 那我中间的思考模式是什么 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这样的学习其实对多数的学员是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找寻 我们知道他正在就算是刚开始做尝试 不一定很成功 可是他至少愿意尝试他来分享他的经验 以及他怎么去做到这个 虽然都是很小规模 可是对地创团队就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以这个回邮爸来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的那个点是政府部门的点 所以就全部关闭 到现在也都还没办法做生意 那么可是你还是能做线上 所以他们本来 幸好他们本来就有做冷冻的鱼 可以做包装 可是他们实际上的体验行程 就没办法做那怎么转换成线上 那文琪也是从今天开始 今天下午他刚好有一场 是做免费的线上体验 然后希望可以吸引观众 是往线上的发展走 那另外当然我们也有旅游业的伙伴很多 那旅游业更惨了 旅游业就是说就算下礼拜 尾解封我们也都不看好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好 那没关系旅游业现在就是整个大洗牌 那整个大洗牌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分享 甚至我们还在考虑如何去分享海外的经验 因为毕竟欧美跟日本已经封了一年 那他们在过去一年当中 政府如何协助这些旅行团 旅行业团队怎么做 那大概都是我们现在在做 所以其实我们从7月24号起连续三周 我们其实就会邀请三位 其实目前有两位仍然在日本 一位已经回来台湾的 非常了解台湾日本地方创生的年轻伙伴们 去分享日本政府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他们的团体自己 地方创生团体做哪些事情 政府做哪些事情 那有这些经验 其实对我们也是很好的 一来我们可以提供给中央或地方政府做参考 二来也是希望 就是说各地的团队 在听到一些海外的经验 他们也许会想一想说 那我如果是这样 我在我自己的领域可以怎么做 那当然最后呢 也是因为我们辅导的地创团队 其实很多 但知名度都很低 因为我先说我们辅导的是 你很有名的 那我也不需要辅导 我其实真正辅导是可能名气不够大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一个很微型的实验 就是说好 现在同岛一命嘛 那我们同岛一箱 那很多人其实也从来没卖过冷冻食品 冷藏食品 他也不晓得怎么卖 那我们就先借由协会的力量 有一点是用意卖的信实 我们就先意卖三十盒 像这样的组合 帮这些其实知名度上 比较没那么高的创生团体 看看有没有可能用包裹方式的来做销售 那当然目前因为我们也没有资源打广告 所以销售状况不是很OK 但是也就先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第一个要让地方创生团队们觉得他们被支持 有人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需求 第二个我们愿意陪着他一起做实验 陪着他一起成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线上小剧的主要原因 好谢谢先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谢谢Gina分享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观光业在这波的疫情当中受到的冲击非常大 那以Gina视野来看 这波疫情过后 台湾的国内旅游可能会迎来什么样的机会跟挑战 业者要如何把握 我先说我这边在讲了可能会得罪很多业者 所以如果你们是与其是业者 特别是国民旅游的可能就抱歉了 因为我的观点可能会跟多数传统业者比较不一样 我说老实话 我为了要研究台湾国防产业 我大概是从民国60年代的所有资料就开始在看 那么其实现在台湾国防产业 特别是国民旅游 我觉得国民旅游也好 所有出入境旅游都一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政府的资源 包括我们的法令跟政策 其实只focus在只剩下不到两层的团体旅客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法规管理规则 是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订购 那时候并没有自由行这一件事 可是实际上从新元2010年开始 全世界包含台湾都一样 八成的游客其实是采自由行 或者是半自助 就是说机家酒的自由行的方式 所以八成的旅客其实已经不再透过旅行社了 然后也因为他们去住宿的环境变得多元化 不管国内外都一样 所以我们的政府如果他持续的辅助政策 仍然有旅行社执照 有旅馆牌照的话 我说老实话 我们的国民旅游永远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跟进步 其实是因为大家不在现场 我只要问 或请大家可以等一下在留言上加一 请问你过去一年 过去两年好了 因为过去一年可能是疫情 你过去两年当中你自己花钱参加旅行社旅游的人 请在这边按加一 我们就看有多少比喻 我们现在线上应该有差不多70个人 你自己花钱的哦 不是别人起你的哦 不是公司付费哦 不是什么怎么样的 你自己花钱有参加任何国内外旅行团的 请按加一这样子 那为什么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从这样的比例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70个人里面有多少人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说我刚刚讲的八二法则 所以回来我其实长期在说台湾的旅行社如果或者是我们的旅行 包含你是做导览导游或者是这个游览车等等的 如果你想要去接触另外一群这80% 基本上他不太参加团体旅游的客人的话 其实你要去思考的是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服务 他们要在哪样的每届上面 他们你才会打广告才会有项 所以我其实通常在做沟通的时候我就会去说 尤其是如果我沟通的对象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 但另外一个可能也要请这个我们主办单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目前我们的因为我先这样讲 40岁以下年轻人基本上我已经问过调查的一律就是说 不是公司出钱不是爸妈出钱不是因为蜜月旅行 所以要给老婆有好的回忆 基本上他们是绝对不会拿自己的钱去参加旅行社 这我通常我问的是40岁以下这样子 所以我就问旅行社老板说那请问你们以后都不用做40岁以下人的生意 你只要focus50岁上英法族吗 那你这样思考你的产品就完全不同 但是如果你会觉得说没有我想提供的服务就是40岁 那你就要了解40岁的人在想什么 为什么你提供的会让他们觉得有价值 他不需要在网络上找这些资料他愿意来参加你的团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思维模式的转变 那当然也是因为疫情 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被迫都不能出团了 所以更必须要去思考之说好那如果我真的要转型我要怎么转 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Chris讲的很好 就是说你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转型 你的long term goal到底是什么 你只是为了要让你现在的员工有事做 或者是你是为了要拿政府补助吗 还是你会觉得说因为我这家旅行社还想要再活20年 我不可能归来的20年只做50岁以上的生意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去了解事实下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我可以改变这个我的这个整个商业模式 所以我想我会比较用这样的方法来想说刚好疫情停摆了两个月 甚至也许是三个月 也许到今年年底之前我们会比较类似日本 封了又姐姐了又封 那么我觉得这个半年其实是对于国内外 就是你不管是做硬棒凹棒或者是domestic travel的旅行业的业者 旅馆业的业者应该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谢谢Gina充满热情的分享 台湾观光地方创生协会很用心关怀台湾这块土地 也请大家有机会多多参与协会的线上和线下的活动 那那个上半段的分享就结束了 因为三位的这个讲者都已经回答了我们提问的两个问题 那下半段就接着开始 我想我们这次能有机会聚集三位优秀的分享者 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因此下半段会采用我提问 然后呢三位分享者一起回答 这样是进行 希望说三个人同样回答同样的问题 你们彼此可以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那顺序上我想说就透过先前分享的顺序 依据由Jack、Chris跟Gina回答 那我们就开始哦 那第一个问题哦 我想要请问三位讲者的问题是 在这次疫情期间你们都有面对很多的困难 那各位做过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 那执行后的结果又是如何 请Jack先开始 这个最困难的决定哦 当然就是要不要把这个店收掉 我这个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 我从这个台北店当初这个房东租金不愿意降 就在想说是不是先把台北店收掉 那后来这个房东愿意降了 但其实说真的他就算给我们降了半数 我们还是亏损的很严重 那真的是每天都在煎熬 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把这个店给收掉 因为你就算这个撑下去哦 有人说在等这个报复性消费 那也不知道说 我们这个警戒到底会到什么时候 会不会每年都来个一两次一起 真的是很有可能说 我赚了九个月的辛苦钱 结果三个月就全部烧光 甚至还赔钱 那其实这个时候 愿意选择下去的餐厅 其实也冬倒是抱着再赌一把 因为真的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那既然我们决定要撑下来 那我们之前就是想说 最困难的决定 就是要不要学的像这个五楼 二楼啊 打五折的这个方式来吸引客 因为这个毛利很低哦 说真的也是会打 但是说真的哦 那个五月中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期说 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有人愿意出门 那个时候的想象都是说 大家绝对不会出门 就是都待在家里 怎么可能会出来给你买 买个牛排回家 所以那时候 只能决定说就是六九折就打下去了 那一方面可以向这个消费者 展现我们的求生意志 那也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疫情 很严重不出门的时候 能够注意到我们餐厅 那经过这个六月 整个月的这个六九折的洗礼 我们现在是改成了这个八八折 虽然说这个营业额是明显的 下降大约下降了三成左右 但是其实因为我这个 我的毛利提升了 其实我的这个总毛利是跟这个六九折 得到的这个总毛利是差不多 可是这个重点是 我员工的工作量变少 我不会员工做的累得要死 然后看不到钱 我现在员工工作量变少了 因为我毛利提高了 我反而我可以稍微省一点 我的人事费用 但是目前我还是很难过日子 所以说如果说到了这个八月 还是继续这样的状况 我又会觉得说 已经熬了三个月 已经烧了三个月的钱 是不是要继续再熬下去 因为觉得都已经烧了三个月的钱 不继续熬下去 又好像有点可惜 那我在这边建议是 每一个餐厅说要能够设好自己的停损点 烧到一个金额 真的就是该放弃就放弃 不要一直撑 好谢谢Jack 那换回事 请回事分享 我们其实最艰难的决定应该是决定做不顾书国员的时候 大概规划到我想要的程度算一算投资额就是要过百万 那就要想清楚到底要不要头要不要洗下去 因为你洗下去 如果你要 我是觉得这样 转型要嘛就是不要做最好 那你要做了就是你要先算好后面你大概要开支多少 你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你的转型 以及万一转型不是这么的合适你要怎么收尾 那我觉得这都是在大概5月20号的20号到25号这几天我最艰难的决定 就是当你已经算出来你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那就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摆着就是先反正我们我们这个可能比捷克牛排还惨 我们这打六九折都还没有人要 对所以我们就很悲惨要不然就是选择就是先慢慢等到就是小朋友开学 也回到学校我们的生意就会回来 那要不然就是要选择再加一百就上百万去把这样子的服务做到消费者很可以认可的程度 所以大概最煎熬就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做了 因为参照国外的经验 其实就像我讲的 我觉得在疫苗普及之前 还有在把肺炎流感化之前 其实不能够有太乐观的看待这个市场的变化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初最后觉得很煎熬 但是还是决定投资做转型的主要关键 好那谢谢Quiz 那Gina呢 我想我的情况比较特别是因为我都是在辅导那个比较是地方创生的团队 所以我刚刚其实就很快的把刚好在疫情期间 四个不同团队碰到的状况 做一个其中一个就是我记得是5月15号公布吧 然后一个是5月15号已经装潢到一半的饭团店 要不要继续做下去还是要收下 因为那个是做在地社区的 那如果说一封封一两个月 它根本新开的店没有附近的旅客 上Uber Ease饭团一个能卖多少钱 一定是赔钱跟刚刚Jack宇怀讲的是一样 我还帮他们算过毛利是肯定赔 所以会变成说那时候他们很挣扎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继续做 如果要做怎么做 那后来就是重新帮他们盘算过 就是把他们cash flow 还有他们的forecast 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讲说 对不起立刻去银行借钱 借得到50万100万就借 反正你现在不借钱 你一定活不下去 所以我想另一个饭团店是先靠借钱 重新把他的产品定位跟定价再重新做离期 那他们从上个礼拜开始试营运 也是现在看起来是幸好即将为解封 所以街上的人变多 所以他们路过的客人 至少在没有解封的情况下来的人数大概就如预期 所以如果未来有机会解封的话 他们应该是活得下去 再加上如果可以拿得到银行的钱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点 那另外一个也是很惨 他们是在中部即将要开一个观光工厂 然后地也都整了 然后建筑师已经在盖了 然后突然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想说完了万一疫情跟海外一样 未来一年就是停停关关 那你现在的这个投资到底划不划算 还是就要认赔 所以当时这些几个股东 就是花了很大力去在讨论 那后来就决定是说 除了原来的硬体实体的工厂持续去做之外 其实就是要发展线上 只是很不幸的是说 因为这群的投资人 他们本身是比较年长 他们比较不了解数位时代 所以就变成我as a advisor 就要开始去拉怎么去改做线上的 等于算是顾问来让他们了解 以及让他们的产品如果要转做线上的话 在疫情要怎么样去做 然后为疫情的这个起起伏伏的这个中间做准备 那我也先说实话 我还是会觉得这中间有gap 因为比如说像Jack或Chris 因为我也坦白说 你们真的是年轻 所以你们在做这样子的决定可以非常非常快 可是其实到了跟那群人讨论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跟他们的年纪跟经验 其实在长数位转型的转变 他们的那个决策速度就很缓慢 可是当你跟他讲实体店面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经验 他们可以立刻判断你跟他讲的对或不对 可是在数位上他们完全是没有经验值 所以即使我们花了很大力气跟他们沟通 其实在这个部分进展还是有限 那最后一个其实应该是导游导览的部分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地创团队都是要靠这样的收入 所以有几个他们现金流会比较缺 因为他们养的员工比较多 又没有完全靠政府部门的人 只好不得不的说好吧那你就预售吧 所以有些人他们就会可能在网路上就说好吧 我现在就是预售今年或明年的服务 我给你打一个非常便宜的折购 我们的团队一定在意请你就是先来购买 然后让我们有现金流可以度过去 虽然身为法律人我知道这有一些其他法律上的问题 可是为了支持这个团队 我们还是帮他们找了一些设计 让他们至少有一点是在安全的边缘当中 去提供像这样子预购的服务体验 所以以上大概是很快的时间点 就是跟大家一样嘛 因为5月15你突然发生这些事情 可能一个礼拜之后你就会发现完了 我如果不做改变我就是没有收入 那你要怎么针对不同的产业别 很快的再去提供做他们的心灵辅导 以及转型的辅导 我想这应该是我从5月中下巡一子到现在 再花很多力气在处理这些事情 好谢谢君老 那我觉得这个三位都在这段时间 就是不管是自己做决定或是听别人做决定 都有经过一些心理煎熬 那我想说请问一下三位在三级警戒这段期间呢 您最大的体悟是什么 对于你后面的经营方向上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改变 麻烦请去可或先分享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要解封 还是会经过这个微解封这个阶段 那就算是微解封 我们餐厅还是需要有这个梅花座 实际上这个餐厅里面可以做的这个座位数 大概只有正常状况的大概三四成 都真的这个能接的客人真的有限 那我们可能外带外送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也再坦白讲 如果真的是没有完全解封 这个餐厅是很难活下去 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活下去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个我们人总有一天要能够跟这个病毒共处 不管你是用这个疫苗 还是用这个戴口罩各种方式 如果只是靠这个隔离啊封城 可能不会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那我们看到这个韩国 他这个7月初他微解封了 虽然他有这个30%的疫苗施打率 但是碰到这个变种病毒 他现在一天确诊又超过千人 就变成这个市集警戒 你说这个病毒一直在变种 疫苗是不是真的有用 这个打了疫苗之后 和平的日子可以过多久 其实也很难讲 但是如果你是看这个 我看这个死亡数 虽然说他这个确诊一天超过千人 但是你看他这个死亡数 大概这几天 一天也大概两三个人 好像也不是这么的可怕 当然也有可能是说 你要等发病过一段时间 你才看得出来 但是应该是可以表示说 这个疫苗确实是可以避免这个 或者是重症多少是有效 那或许是说我们 不是一定要把这个重心一直放在这个 确诊的增加数到底是多高或多低 或许说我们可以转过来看说这个 这个死亡的人数或许会实在一点 但是这个前提是说这个大家都要有施打疫苗的这个状况下 那家餐厅我就过去买 然后我也不找钱了 我真的是跟老板说你不用找钱给我 你活着下去就好 大概这样 谢谢杰克 那魁斯呢 我自己觉得微解封啊 其实说实在话 但只要没有最终极解决手段 譬如说疫苗是打完 或者是特效药出现之前 这种微解封都只是一个小段落而已 因为其实这样的病毒其实光靠用所谓的封城隔离的方式 它都是一个很 我觉得效益相对是很弱 而且它付出的代价会很惨重 所以我觉得其实若长期 对企业的经营来看的话 就是能不能找到在 其实在三期你都能够继续存活下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支柱 就是你的产品线能不能开出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即使在三期都不会受到冲击 甚至有办法获利去支撑着解封后的产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必须要死 否则就是你知道像其实烧 我觉得像Jack刚刚讲的很轻松 但那个一个月要烧掉两百万 那个很可怕 那等于是你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做 大概就是烧掉七万块 你一天起来七万块就不见了 而且其实有时候你还要面对员工的不谅解 就是你知道我们老板最怕是花钱呢 然后你还要受到很多人的不谅解 就觉得为什么以前是怎么样 现在为什么怎么样 对所以我觉得承担的很大的压力都是来自于 其实是很少人能够 除非你自己在那个位置上 那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对微解风暴太大的希望 为什么呢因为希望越大到时候其实会有越深的痛苦 那要不要做出一个就决断嘛 比如说休息也是一种 转型也是一种 那调整好新的步调也是一种 那其实觉得有没有解风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这个事情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常态 以上 谢谢 谢谢葵宇史 那Gina呢 我想这个可以完全理解当老板 因为我我现在自己也是开诊所 而且我们其中一家就在万华重灾区啊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被迫关了三个礼拜 然后我第一个就是先去盘点现金流这样子 就是说万一要继续关下去的话 我们那边的员工 呃我们可以关多久 可以承担多久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后来是因为全部医疗人员可以打疫苗嘛 那打完以后就要决定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开 因为你也要顾及员工的想法 即使他打了疫苗 所以其实当老板的做决策很难 你又希望有钱赚 可是你也要顾及员工的感受 然后给我们那个重灾区就是现在每个人 只要拍万华人 就是会拍到的那个点 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的就算开了生意 也不会多好 因为根本没有人敢过去 除了是在地万华人以外 那这个其实就是回来就是 可是医疗产业可能就跟餐厅是一样 很难转线上 这个医疗更不 就是说你所谓的线上可能顶多是问诊 可是你如果需要打针 你要吃药 你要什么 其实你很难是用这样 而且我们这样的法令 应该也是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个产业 它都一定可以做转型或线 这个 可是回过头来 这个是当然我刚才讲的 是可能是有一些产业会比较难修正 但是我通常思考会比较跳通 因为毕竟我刚好是科技业 又到旅游业 现在又在做地方创生 我自己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反而会觉得说 我过去三年很多我在演讲上 跟人家讲的话 人家都不想听或听不进去的 我现在讲了终于有人听得懂 也愿意听了 原因是因为以前生意太好的时候 你去跟旅游产业讲 刚刚我讲了40岁以下 生意要怎么做 很多人就会回应说 他们又没有钱 我为什么要做他们生意 然后呢 我去跟他们讲说 你要考虑是做线上的一些销售 而且不要用FB 因为FB是老人看的时候 大家就会讲说 你在跟我讲什么 可是当我现在把数据摊回去 说如果你要做 三五以下 或你要做的是 二十几岁年轻的生意 你只能放IG或YouTube 因为他们根本不看FB 他们现在开始愿意去学习说 原来我以前 比较僵化 我现在应该要听 原来Gina跟我们讲的是对 其实我这是三年前的演讲 的slide就一直到现在 可是过去两年根本没有人 愿意认真的听这个 可是现在反而是因为真的 他要活下去 所以他想要做改变 然后尤其是线上 到底怎么操作 他们愿意做改变 所以他们愿意听 所以我还是比较持一些乐观 或正面的 就是说如果是碰到 其实他年纪比较长 但他仍然想要为了他的员工 或他的公司 继续的去做一些改变的话 他其实反而现在这个时候 会想办法去学习 很多数位的知识 数位的转型 其实相信一定会长出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新的business model 那我还蛮期待 其实台湾的观光产业 在有一些老板 他至少他可能之前赚的钱 他有留下来 他现在也愿意协助 公司在整个转型 甚至带头在做公司转型之后 疫情 我想的是完全解封 并不是为止解封的时候 也许是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市场上 会有一些新的产品 当然我也理解 会有另外一大群人 可能因为这样子 就决定提早退休 或者是他们就不做了 但是我更期待的是 当铺垫野 焦土的时候 总是会有新的亚长出来 这个大概是我对观光产业的期待 好 谢谢三位的分享 那感谢三位分享者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面 提供我们非常有深度的内容 虽然我们是线上会议 但是还是请大家 在镜头前给三位分享者一个掌声 谢谢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想邀请线上的朋友来做提问交流 如果各位有想要发言的话 请先使用Google Meet的举手功能 让我知道您有问题要提出 再来有几个注意事项 请被点到您的提问者发言的时候 先打开镜头 用两句话做自我介绍 并且说明要向哪一位分享者提问什么样的问题 让分享者更了解您 那由于网络上的时间相当宝贵 注意力很容易流失 所以请提问者直接聚焦在您所要提出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开放提问 第一位是杰森珍是不是 杰森珍 来麻烦您提问 杰森珍 杰森珍 杰森珍可能不知道 那我们换第二位 黄冠宇 黄冠宇麻烦您 嗨大家好 感谢三位讲者今天的分享 那我刚好是这个礼拜一退伍 然后现在就是求职中这样子 那我也是同时是上一届长风的培训的学员 然后我现在想要问的问题是 想要针对步步同学的创办人来发问 那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从一个长期的措施来看 就是我想问的是疫情过后 还会有出国配送的服务吗 那如果会的话 他会转成 步步同学的纸品牌吗 还是说就只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那我现在先回答嘛 因为我安慰你一下 我毕业那一年是2008金融海啸 那应该是这么说啦 就是说蔬果能不能存在以及它为什么存在 其实我刚刚在我自己的粉丝团台发表一篇就是中局理论 就是说其实要转型最难的问题 能不能转型成功还是那是一个短期对应提案 关系在于你有没有看到中局 你就是最后步步苏果园对于这一个所谓的食材 或者是饮食这一类的配送这个产业 它的生态位在哪里 那你有明确想清楚的当你转型以后 像我们的蔬果配送其实是最一开端的东西 那随着我们自己的官网建立也好 我们的APP架构完成也好 那我们其实最终还有一个新的定位是确立了 其实我讲白了在台北更可怕 台北还有全联直接送货到府的威胁 所以我觉得你得想清楚 那自己这样的转型后 它到底在这个生态位占据的是哪一个角色 那我们自己是有找到的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只要先想 我觉得要先想清楚最后你要去哪里 你再决定要不要踏出这一步 所以以不顾书果园来说 它即使在疫情结束后它会存在 它可以作为不顾同学对抗 不顾这个品牌对抗疫情很重要的一个对应的手段 那同时它也可以提升门市人员的一个运营效益 大概是这样子 先跟您曾想到这里 好,谢谢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要问 黄冠宇先生 好,那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解封后还会继续吗 那我觉得我最大问题是解封后还要继续的话 要怎么在解封后赢过其他更大规模的输果配送方 包括你刚刚讲到的全联 因为他们是直接配送的服务 而且其他配送方的话 他们加入这个市场 通常他们会更大盘 然后更有成本的优势 尤其是解封之后输果配送的需求 是不是预期会比较 就是会大跌 就是会大减 然后就是可能会比现在多 但是就是需求上面会不像现在那么多这样子 对 你真的好像我股东会问我的问题 对,应该这么说啦 其实是,你问的都是 所以输果其实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所谓 臭满满额的一个 最后来说它是一个陪衬的绿叶 那我们的核心品箱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才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简单来说我其实会比较把布布输果源定义为所谓的中等品牌的加速器 这样讲如果你很理解零售的市场就知道有一些已经大到规模化 它可以上全联跟7-7 但那个必须要你的产销能力非常的高 它才有办法去应对到这样的一个大型通路 否则你进去就是死 就像我一个卖爆米花朋友说 你进去做一个月的短处 完了以后你一个月短处所有的东西都退回你的仓库 你不熟悉这个市场业态的人你一次就刮 那当然有这种中阶型的品牌 那它需要有一个更好曝光 更好接触到末端消费者的通路 这个就是我们所设定的 所以所有的蔬果我只能这样讲 所有的蔬果我们现在确保的是消费者所购买到的品质是绝对好的 所以像我们的冷冻品 我们不惜成本一个保冷袋10块钱 我卖一条鱼我都没有抓到10块我就用10块钱包冷袋去包那条鱼 那为了要留住的是我这里面很精华的客人 另外你讲的其实经过疫情 疫情开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在外送市场它砸了好几亿补贴 补贴了一两年的时间 才让大家开始转变接受外送 但蔬果的所谓的在家订购 宅配这件事情透过疫情一个月 其实它的推广率就很高 消费者行为其实也产生了一定的程度改变 那所以我觉得纵观刚刚所说明的 就是我们结合了时代的一个破口 我们找到了一个属于我们的生态位 就是帮中间的厂商作为一个加速器 特别针对大台北地区的客户服务 那我们自己身为Channel端 我们把消费者的服务客服这件事情 做到极致 这也是大型的店做不到的地方 也只有找清楚你自己的生态位 你才有可能存活在所有的商业市场 不管有没有疫情其实都一样 就是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你自己在每一个行业里的生态位 你被淘汰也是迟早的事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 那下一位 那个张玉博 麻烦 喂 你好 请问听得到吗 有 很清楚 好 谢谢主持人跟三位讲者的分享 那我想问的是Gina 我想问的是 第一个问题是 着重于体验室的商品服务 那在未来比如说科技越来进步 例如5G的发展 那会不会除了视讯以外 您所看到的是 这些体验室的商品服务 会不会以什么样其他的形态 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有可能VR AR等等的 那第二个是 我的理解是各个店家 他们最难以控制的成本 应该说比较固定的成本 不外乎是电租跟人力成本 但人力成本其实还可以经过 人力精简来改变 但电租就稍微困难一点 那全世界经过这样子的疫情之后 未来店家上的布局会不会有所改变 比如说线上的虚拟店面会不会因此而增加 那大店面会不会因此而缩小为比较零税 比较小企业的模式来作为以后未来布局的经营 我想问问看您的看法 谢谢 谢谢 这其实比较算是一个mix 可能零售的部分也许等一下让Chris回答 也许会比较合适或者是check 我可能先回答online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这也是我看到台湾在说5G 或者是已经有人在讲6G 我看到我们对于5G的运用的想象 跟我在海外看到特别是旅游 或者是体验服务的想象有非常大的落差 那这样的落差是来自于我们台湾人比较没有想象力呢 还是是说我们的政府机关比较不愿意做实验 我不太确定 我就先跟大家分享 当然是在两年前我还在Airbnb的时候 当时我在香港办了一个研讨会 当时邀请了驻香港的日本观光局 跟香港自己的旅游推广board 他们是类似观光局 但他不是官方组织 来分享说他们怎么样去做线上推广 就是请你来香港 我们请你来日本玩 这样子的一个行销线上的 当时我看到他们展现出来 给我们这些所有听众看到的数据 我说我已经跟观光局打交道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看到我们观光局拿出这样的数据分析 说为什么他们这样 所以他们要上IG要上Youtube 他们针对台湾的TA针对香港的TA 他们做了哪些分析没有 因为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外包的 那外包厂商可能一年一约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自己在inhouse 好好的把这些该看的数据看完 然后去做分析 所以回过头来 当时我对香港旅游局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们其实在上环跟中环的地方 已经把AR跟VR 其实都是放进去 所以你可能到某个定点 他就会跑出李小龙出来 然后在那边你会看到 好像他一个经典画面在那边 那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台湾我也看过某个县市 告诉我说Gina我们这边有VR 然后我去看了我就 好就不以置评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说 明明台湾的硬体一流 我们是TS 护国神山 加上其他的所有的代工 也是我们其实是输出海外 是最高科技业 可是为什么 这些软体应用 明明在海外都很普遍 那我们台湾每次都只能靠 这个IT大臣天才才会解决一个 那我们其他台湾的软体厂商 到底在做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从Microsoft出来 其实我了解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软体厂商 那我不晓得是说 他这软体是去卖到海外去了 还是他就是因为觉得 台湾人包含政府或大公司 没有在用 所以他也没有在台湾提供 这样的软体 这其实倒是我自己 从高科技业到旅游业 然后我在看海外的状况 我就发现明明在海外的应用 层次是极高 可是在台湾却我们的 好像硬体业 或者是软体行业跟旅游产业是 它的距离的遥远呢 跟我们跟对岸的距离 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讲好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 因为如果你们去看日本 你们去看新加坡 特别是新加坡 我必须要讲 新加坡从去年 因为新加坡必须重量 他们其实就是所有的 regional的开会的点 所以当所有的国境封锁 其实对于新加坡的观光旅游业 有极大的损失 可是新加坡政府做一件什么事 我真的就很佩服 他们就说好 假设疫情会这样反反复复 只能靠疫苗 那没关系 我有半年我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他们也理解 可是他们就开始呢 穷尽所有的力量 就说 那么如果疫情真的有可能解封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可以让新加坡变成一个是 你第一个解封来开会的首选 也就是说 你现在不能飞的时候 我也做不了 可是如果你能飞 我要做什么事情 你会愿意飞来我新加坡开会 那我的旅馆必须要做到什么程度 我的机场这边的安全检测 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可以让你非常的有效率 你落地 你就可能PCR检测完 你可能也许只不需要解封 你也许只要几个小时 你就可以入境 入境之后 我可能是给你一个Tag 你可能只要在这个Tag 什么情况下做 他们其实就开始 把所有的这个技术的层面 去做结合 然后让希望哪一天解封的时候 新加坡就可以变成第一个 大家还是会回到新加坡 来开会的点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说 在我看到政府其实 当然过去两个月 对大家都是一个surprise 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这么远 可是回过头来 我在思考的是说 假设疫情就如刚刚Chris讲的 它其实会上上下下 也许我们其实就会面临 跟日本和韩国一样 它其实就是到明年的这个时候 都是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比较long term的方式来考虑 就是明明这些技术层面 厂商其实台湾也都有 那么我们如何就是说 更好发挥这些的能力 这些技术的人员能力 不是只是单纯 他们可以去买疫苗来捐给政府而已 他们其实还有非常多很棒的技术能力 是不是可以来协助不同的产业升级或转型 甚至协助政府升级或转型 我想这个可能是 我比较从这样的角度来回应您的问题 谢谢 好 那关于Paul的问题 Chris跟Jack有没有要补充的 或者是有没有要回答的 特别是人力跟电竹 我想你们两个会比较有感 OK 好 那今天由于那个 我看现在后面没有人提问了 那我想说 今天的这个机会也蛮难得 我想请问一下 三位讲者有没有想要互相问对方什么样的问题 有吗 Gina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Chris 或者是Jack 或者是Chris 我可以不要问一下 因为Chris 我一看到你那个上线 我其实就立刻订购了 然后你们那个 我先说 我使用过是因为我对于那个流畅度 我非常重视 那我先说你们的那个flow真的很顺 是目前大概少数 就是如果你是以那么短的时间内研发 是目前最好用的之一 这个也要给你称赞 对 这已经有到UberEats的水准 这样子 这真的很容易 所以难怪你花了这么多钱 因为我当时 这是花了多少钱达到的 我从来没有用过一个 这么短时间推出的这个application 可以速度的这么快这样子 然后你们的人送菜来的时候 刚好我人在现场 所以我就看到他这样子 服务态度什么都很好 我真的觉得这很难 对所以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高度称赞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当时是什么因缘去做蔬果香 当然我们都了解说 当时因为大家都关在里面 所以其实蔬果香 可能是唯一一个解决家庭需求 可是因为它毕竟跟女儿的产业很不一样 所以当你在make这个decision的时候 你是为什么决定是这个 以及其实long term 你还是会决定去做 当然你刚才有讲说 中等品牌加速器这件事情 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现在在做的 其实叫做微型加速器 因为他们根本还不是品牌 那我希望以后我培养出来的团队 有机会可以到你那边被加速这样子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很大difference 那我可能对Jack这边的话 我会是说 我说实话现在大店面真的很辛苦 然后它只有一个优点 就是当人跟人距离要保持一公尺半的时候 你至少还可以容纳30个人 而不是有些店面只能容纳三个人这样子 可是电租成本跟人力成本真的是一个很吃惊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先说你有没有想过 改做像很多人在做冷冻包 或者是做食谱 然后宅配 然后教你怎么做 因为我说实话我观察去年一整年海外的餐饮的一些flow 其实有一些餐厅他活下来是因为他干脆就把他online business 去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给你食谱或者是订阅制或者是怎么样 让你就是固定的可以来 但是因为牛排有一点难啦 所以这个也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往这方面思考 这大概是我的两个问题 谢谢 那我这边先回答Gina的一个问题 其实真的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跟技术 所以我过去50天几乎都是没有休息的状态 一直在优化 因为我太了解 其实蔬果他很为难的事情是他不是一个标准化商品 他不像工厂做出来的东西 你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不是的 对 他可能因为下大雨夜菜就会烂 他就有很多的这样子的细腻的问题 那只是说 因为我觉得其实蔬果又是一个 当你觉得一次体验不好就会白白的东西 那体验又会分成你在订购的体验 你在收到的体验跟事后的体验 所以所以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能够那么转型那么快 其实我还是要先说就平常要广结善言 我大概也可以跟大家讲其实要先算清楚就是 你的上游端你找到供应能力最强的 他给你的供货成本 然后你再计算出你所需要的像运费啊各式运营的费用 然后最后得出你末端的售价你要再去看你有没有市场竞争 就像我看蔬果箱很多厂就推到什么899 其实现在你要叫一个人去买899的一箱蔬果箱不可能 因为我老实说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我们自己调查出来我们的客人有50%的人其实是不想开火 对他来说其实煮菜其实是一个逼不得已的option 他根本就没有那么想开火 所以其实蔬菜箱他终究不会是一个我觉得他只要解封 他甚至一个月内应该会消失你一期啊 对那我其实还是不断的在强调就是如果要做就是要做到 让消费者超乎他原来的使用体验再能进去投入 否则你一旦进去了其实是没有办法 那当然是中间就真的是要做好就得很燃烧生命的去把每一个细节都组建好 那得先想到最后面你要成为什么的决定要不要投进去 这个大概是回应君那我也给君那一个小建议就说 其实我觉得地方的围形这个都能理解 那我们也很希望找到像这样地方有特色的东西 因为我们去找在全联加乐福都买得到的东西对我们一点意义也没有 那我比较强调其实是能不能把地方围形的力量串接成一个 譬如说譬如叫做招牌的商店街譬如说在日本的商店街 它就是一个很共同的形象那其实我觉得用一个地区型的品牌来做中间的品牌打造是比较有可能的 否则你单靠地方的微型要成长上去以品类太单一 然后人才不足的情况下他很容易遇到所谓的上升的瓶颈 那最后就我最后推崇一个叫做时光机理论就是如果线上有一些 自己在做老板的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的 其实我当初花了蛮多时间去参考了包含日本跟大陆的经验 那他们其实已经发生了疫情然后反反复复一年多了 所以其实我会一然就然的跳从同学跳输果也就是我日本朋友跟我讲 他们在营做那种纯卖用品的那种百货大楼已经是一整洞直接关掉了 那没有刚需的情况下就再也不是比谁的marketing的能力好 而是他没有基本的需求你可能就得真的思考那你要转转向什么 那听了我在日本跟大陆朋友的建议我才会调整成蔬果而不是其他品类 那蔬果因为我自己也有资源可以串接也有一定的竞争力 所以才会跳入蔬果这也就是最后一起回答军南的问题 那就是也在应该就是捷克的那个分享也很期待 关于这个冷冻食品我们当然是有想过啦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食物种类 因为这个我们的牛排本来是占我们的营收70% 那剩下的那些意大利面炖饭汉堡其实只有30% 那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这个意大利面跟这个炖饭 这个毛利也是很低啊我坦白讲我一个顿饭成本130好 如果你要卖给外众你要卖多少钱卖300多块 我扣掉130的食物成本我再扣掉我的运送费 我毛利大概也是100多块就是这个是比较比较直接啦 就是说跟这个食物种类是有这个毛利有关的 那关于这个食物种类哦大家可以常在这个好市多看到这个 那个Fridays有卖什么冷冻的猪肋牌啊冷冻的炸物啊 但其实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销售并不是很好 我都都已经看得出来说他其实卖这些冷冻的开胃菜啊冷冻的猪肋牌啊 其实感觉这个这个卖的并不是非常好 那我有看到最近有一些汉堡店 像是什么Burger Ray啊这些比较有名的汉堡店 哇他们也是很辛苦啊在卖这个冷冻的汉堡啊 但我看也是反应很差啊 他那个广告我看了好多次都没有人按赞哦 我也是觉得很可怜 我甚至有想说啊现在这个麦当劳啊这么赚钱 干脆我把我的店改成麦当劳好 说不定还可以活过去啊 没有啦就开玩笑了 就是说这个餐厅的这个食物种类哦 这是是蛮重要的 如果说我真的要能够撑过这个疫情 我可能要改卖鸡牌哦 不是餐厅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今天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 非常谢谢三位分享者的分享 也请大家在镜头前再给大家一些一些掌声 谢谢 然后这段落就是这个大合照的时间哦 麻烦大家打开镜头让主办